这个更早的台式机 它的年代是1996年到2006年 这期间介绍的这几台台式机 有的是家用 也有工作用的 先说相对比较近的那台是2004年 我在公司用的台式机是做设计用的 但是我不记得是奔腾还是赛阳 如果是奔腾的话应该是奔腾4 但是速度倒是挺快的 现在已经记不清了 一共用了三年 当时我已经对电脑CPU显卡之类的 不是很感冒了 这台电脑我现在回想起来 感觉整体性能还是不错的 主要用Photoshop和Dreamweaver 然后再往前倒 那就是2003年 我自己购买了一个 英特尔奔腾4 1.6G 我看看有没有 这个网站已经没有这个型号了 这个电脑我是2003年买的 2007年卖掉的 是我在家里用的电脑 关于这个电脑的信息 记忆非常浅 因为这段时间主要是在上班 回家也不想玩电脑 我记得很清楚的是 这是个奔腾4 1.6G 好像是Socky的478接口 北木的代号 Northwood 芯片组是845 这个电脑 它是130纳米的 然后再往前 那就是2001年 这也是我在公司用的电脑 一直用到2003年 从2001年用到2003年 这个赛阳700 它是180纳米的 就更大了 再往前倒 1999年 这是我人生第二台电脑 从1999年用到了2003年 这个赛阳366是250纳米的 然后再往前倒 那就是奔腾100 这是我人生第一台电脑 是1996年购买的 用到1999年 把它卖了 卖给我同学了 后来我查了一下 这台电脑是0.35微米 还没到纳米时代 这四五台电脑 在这个网站上 已经没有信息了 算是老古董级别的了 但是我对这几台电脑 特别是前面那两台 奔腾100和赛阳366 到现在为止 还是记忆忧心 对了 说一下性呢 这个奔腾100呢 当时没有可以对比的东西 可以对比的 也就是我那同学的那台486 还有一位同学 他有一个386 跟他们比 我这台电脑性能可是杠杠的 但是比我这台电脑晚了几个月 我另外一个同学买了一个奔腾120 虽然它只比我这个奔腾100多了20MHz 但是对于软解MPG方面 它那个能30帧 我这个不能30帧 当时还有一个叫星的一个媒体播放器 它可以做测试 一个跳伞的一个几秒钟的短片 它是MPG1格式的 我在测试的时候好像也就25帧到29帧 达不到30帧 但是它那个CPU用CPU来软解可以达到30帧 就差这20MHz 然后后来我换了一个显卡 叫Tradent是9680还是9685 忘了 也是依照显存的 用了那块显卡 那块显卡支持硬解 叫DirectDraw 就是Direct2D 可以使用显卡进行解压MPG1格式的视频 在那个年代就已经有这种东西了 我还记得奔腾100那个年代还有MP3 当时486是不能顺利播放MP3的 它播放歌曲会卡顿 但是奔腾就可以很流畅的播放MP3歌曲 当时我买的第一张MP3的那种光盘 有人先骑的心态软 大概一首歌三四兆的样子 那一张光盘有 大概有七八个CD专辑 一个人有十六首歌 大概有七八张CD的样子 因为那个年代电脑和现在不一样 没有那么多的可以对比的东西 像新建七侠传486也可以玩 我这个奔腾100也可以玩 可能是到了后期有了显卡 或者说显卡比较重要的年代 比如说TNT和无读显卡 可以用显卡玩游戏了 但是有的显卡它不支持3D 就不能玩游戏 这种对比还是很大的 说到从奔腾100升到奔腾366 这期间降格了三四年 1996年到1999年 这三年时间 刚开始我觉得奔腾100速度特别快 但是到了塞扬366 我就觉得塞扬366才是真的快 那时候我还买了一个TNT显卡 真正的带到了另外一个世界 那个画面像极品飞车3 生化危机 甚至还有那个合金装备吧 好像那时候有一个D9的合金装备 还有Quick Quick 3 我感觉塞扬366比奔腾100 要跨度已经很大了 从1999年的塞扬366 到2001年的塞扬700 降格了两年变化不是特别的大 因为这个塞扬700 我主要用于办公 可能内存大一些 那时候还有Xbox 微软的Xbox第一代 好像也用的类似于奔腾700 还是塞扬700那个级别的处理器 我用这个塞扬700 基本都是在干活 没怎么玩游戏 所以说也没有什么感觉 办公用 然后再到2003年 那个奔腾4 1.6G 因为那个时候我没买一块太好的响卡 用的是Metrox 那个Metrox 那个M-A-T-R-O-X 一个叫G400的响卡 它的3D性能比较产弱 也没怎么玩游戏 因为那几年我在玩PSR游戏 后来玩那个NDS 还有V 就没怎么折腾玩电脑游戏 所以说对于电脑 不是很敏感 然后再往后就是2005年买了那个英特尔奔腾M的1.6G 就是戴尔的笔记本 那也主要用来工作 那台电脑从一刚开始买的时候就不算太快 但是那是我人生第一台笔记本电脑 所以感觉它特别的有意义 价格也不算贵 那时候买戴尔笔记本电脑还需要汇款 从建行汇款汇款到戴尔的 厦门戴尔的一个建行的账号上 那时候还没有电子商务 还没有现在这么发达 然后再往后这个X200 我感觉要快一些 虽然都是办公 但是我感觉X200又小又快 它是12寸的屏幕 很小但是很快 但是用着用着也没觉得快了 也慢了 后来我还换了固态硬盘 又感觉变快了 但是又用着用着又感觉变慢了 可能是软件和系统一直在更新吧 然后到了苹果 苹果MacBook Pro 感觉这是太快了 2014年买的 到现在已经7年了 现在感觉也慢了 估计也该换代了 然后再往上走 就是AMD的那个X2 240 那个没怎么用 是单位淘汰的电脑 后来换成X4955 感知有明显变化 但是不是特别大 从240到X4955 从双核到四核 但是从X4955到1230v2 这个跨度很大 从四核四线程到四核八线程 感觉这个跨度很大 所以说这些年 我一直用的是这个E3 1230v2 性能感觉够我用的 玩游戏 我一般也都是玩一些模拟器 也很少玩3A 几乎不玩网游 那话说回来 下一次Windows看吧 我可能先会买 苹果的M1或者M2 先把那个买了 至于Windows到时候 可能买一个11代的 因为这些年变化不是特别大 还是买新一些的要好一些 越新越好 哪怕是买S3呢 叫11100便宜的 或者买11400F 这个到时候再定 就目前来看 这个E3 12还是够用的 目前感觉 如果要换的话 还是先把这个苹果本换了 嘚啵嘚啵嘚啵 嘚啵了这么半天 看到这里的也非常感谢 希望对你有帮助 我是阿柴 我们下次见